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去看看 本期咱们美食特工队来到了位于二七南路的道道先 这里正是一家主营干菜客家菜的融合餐厅 据悉这里的美味初心便是要让您身在南昌食变客家 那么今天美食特工们将会品尝到哪些地道的客家风味呢 随我一起来看一看吧 还有这个荷包素然后味鸡牛肉汤我觉得也不错 道道先餐厅的食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说一个大学生创业的项目里面的食材 第二个就是来自盖南老家的一些商区的贫困富自己加工政治的一些食材 这树道有特色有情有味的客家菜已经上齐了 哇真的需要赏心悦目啊 每道菜都色香炙全 必须的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都不提味道了 它的历史就可以吓你一跳 这一桌菜它的历史啊 全部加起来 少说500年以上 哇既然有500年的历史了 那这些历史你都知道吗 那必须的耶 我行走的百科美食全书 今天好好跟我讲解一下 先看这第一道啊 瑞金牛肉汤 诶 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大有百头 瑞金呢是共和国摇篮 对吧 它的红色文化和很悠久 当时呢是当地老百姓用这碗牛肉汤 犒劳红军战士的 哇 那这碗汤流传至今真的是非常有纪念和价值 对 很有义苦思甜的味道 那给你盛一碗 好呀 那吃之前我看你已经戴了手套 那我们是怎么去吃呢 诶 看到旁边这一盘佐料哈 新鲜的姜 天哪 加进汤里 它这个佐料的话都是五花八门啊 对 硬俱全 好 那老板您帮我来 好 好 可学你看哈 这个汤的颜色 看上去像粥 是 它是粘稠的 非常的浓稠 它能拉起丝来看到没有 我看看 诶 还真的是 它肯定炖了很久了 这个根啊 它这就是客家菜的一个标配了 会加红薯淀粉 会有红薯淀粉 对 它这里面有牛肉吗 它有 牛肉多了去了呀 好的 它都是把牛肉呢 切成碎粒 看到没有 看到了 小碎粒 感觉用量的非常非常的足 哎 好 给你盛好了 好的 现在呢 给你加 哎 那这个佐料该怎么加呢 吃香菜吗 第一次喝我还真不知道 吃香菜吗 可以 吃的啊 嗯 我就像小麦不能用老板 小吃店老板给你加啊 葱瓜吃吗 来 来一点啊 很好 不挑 真厂量 多多棒一点了 然后必须要加 当地的老百姓最喜欢用的一种酱油 哇 辣汁酱油 哦 里面有小米椒 它这个算是特制的 对 厉制的一个调料了 可能我们自己加 可能就这样还做不出来 像调那个火锅底料 对啊 最后 加一点姜 我觉得这一道菜 真的非常有仪式感 必须的 啊 加一点姜花 小姜花 而且呢 这个姜丝呢 还是我们自己手工去研磨的啊 对 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就很有当年那种味道 对不对 是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好的 好 这碗汤给你拌好了 好的 我们来尝尝看 搅一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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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还没有品尝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闻到 一股非常浓郁的一个姜汁的味道 哎 很清爽 嗯 来搅拌一下 好不好 好吃呢 把佐料混合了以后一口吃下去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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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特别特别浓郁 就觉得这个牛肉的这个香味哈特别特别的嫩滑 哎 在唇指尖打转 对 而且呢 满口全部都是这个葱香菜 以及包括这个姜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是的 然后和这个非常浓郁的牛肉根夹杂在一块 真的是回味有强 嗯 所以啊 红薯淀粉 把这个汤升滑了 它的口感不像汤水一样那么顺滑 反而多了一份粘稠浓郁香甜 对 这就是浓浓的香酬你知道吗 没错 而且呢我听说哈这个牛肉呢我们让它那么嫩 在家里我们可能一般会包裹一些生粉啊或者是呃 淀粉之类的 一个道理 但是这里面好像包裹的是 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 对了 怪不得吃上去还有种木薯的清香 我跟你说 这道菜呀 就是一口汤 一口肉 嗯 饱满多汁 吃不够 哎 没错 没错 而且我听说这个牛肉还大有来头 是不是 哎 这牛肉呢一般我们选用黄牛肉 嗯 但是这家不是 是老板从甘肃 要来的毛牛肉 哇 吃小块 怪不得 更香了 那么的嫩啊 嗯 而且这道菜在瑞京当地的地位很高 是吧 高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哈 年轻人喜欢喝奶茶对不对 对 比如说我出门天太热不想出去 曹阳一跟我说 小韩请你喝两杯奶茶 加大杯 加珍珠 哦 我就出来了 立马出来了 在瑞京 如果您不想出门 朋友打电话给你 走 喝碗 瑞京牛肉汤 都会出来了 哇 所以这是一道当地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 必吃不可的菜 对 地位很高 而且味道相当棒 那开饭前我们喝了一碗汤 嗯 这叫肠胃不受伤 是的 下面继续 好的 历史感满满的一道菜 是哪一道菜呢 赶南小炒鱼 赶南小炒鱼 小炒鱼 这道菜它非常有名气 嗯 对 我感觉一道赶州的朋友们呢 一定会推荐当地的这道小炒鱼 对了 但是我们说呀 品尝一道美食 要品尝它的历史文化跟灵魂 这道菜又有它的故事吗 考考你了 这道菜最早呢出现于明朝时期 两百多年了 这么悠久的历史 正是江西干州的一位大厨 炒的 是谁啊 他姓灵 灵成的灵 是谁 灵大厨 科普一下 这位厨师很厉害 但是品尝它的人更厉害 有没有听说过王守仁先生 肯定没有 换一个名字 王阳明先生 哦 我知道 我们南昌市的阳明露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对的 知行合一 集大成者 原来是这样 好 我们赶紧尝尝 来来来来 每一块鱼都很饱满 很厚实 对 看见没有 而且上面裹了一层辣酱 天哪 我觉得这个酱汁 完全是把鱼肉给包裹住了 对 锁住了它的鲜味 而且这个酱汁的话 酸酸甜甜的 你又没有觉得好下饭 相当好吃 没错 而且最后回味带点辣 它的表皮 是淹抹了一层淀粉的 所以会有很顺滑的口感 非常美妙 我觉得它应该是抹了一个淀粉 然后去油炸了一下 然后该用一些醋 包括一些蚝油 一些之类的佐料 去勾了一下芡 才会包裹住这样的一个鲜味 但厉害的是 它外表是干干脆脆 消香的 而内里的洁白的鱼肉 是很顺滑很嫩的 没错 白白嫩嫩的 多汁 是的 内外两层不一样的一个 我们的食用的感官 对不对 所以说 干男小炒鱼 虽然是一道家常名菜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 它背后的故事 这是当年 王阳明先生 吃过以后赞不绝口的 所以说 我们品尝各家美食 就会有很多的美食故事诞生 对 历史文化 对吧 这样能给我们一种超出 美食味道本身的一种 收获跟情怀 是的 每道菜能够有他自己的 一个情怀故事和价值 记住了啊 杨明先生 赞不绝口的干男小炒鱼 好的 今天你给我科普了 下面这一道 下面这道不多不少 也两百多年 这道 这道菜 看上时代不俩 这不就是萝卜干吗 萝卜干草 对啊 炒这个生肠 这道菜呢 关键在于萝卜 不在于肉 这个萝卜干也大有来头 怎么说呢 这是少有的素菜 比荤菜更想风头的一道菜 杏丰萝卜干 杏丰萝卜干 杏丰当地产的萝卜干吗 对 杏丰的种植萝卜的历史很悠久了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种萝卜 而且他们的萝卜很厉害 有什么独特之处 他们的萝卜叫脚板萝卜 脚板萝卜 一挖出土 通体雪白 跟你是一样的 皮肤很好 和我一样美 和我一样白 而且甜 鲜 多汁 真的 有那么好吃 还有一点 它 少渣 真的吗 我觉得只有像淡洲杏冬这样的好山好水 养出这么好的一个萝卜 对了 赶紧尝尝看 那我给你夹 这个就要煮吃萝卜 配以腊肉辅佐 好的 来尝一尝 真的是多脆多汁 而且酸酸辣辣的甜甜的 非常的开胃 就是你嚼的时候会有那种汁水迸发出来 对 而且有很明显的 萝卜自带的一种清香和清甜味 很香 真的是很不一样 像我们平常吃的萝卜干 可能它有的会比较的老 很难嚼 但是这种萝卜干的话 嚼上去脆脆的 而且是把所有的汁水全部包裹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种酿造的一个发酵的方法特别好 对 就是香香脆脆 营养美味 这种感觉 这样是否下饭 一口就是200年 自己想一想 对吧 没错 下面这一道其实也非常厉害了 是哪一道菜 它也来自于我们的干州 干州地大乌博的一个好地方 干州客家菜 那是哪一道呢 你看它这个四四方方像什么 有点像客家围乌 对 这道叫客家围乌方肉 所以就是活灵活现了 对 把一个有干州一个风味的建筑 直接搬到咱们的村座上 对 哇 就好像一口能吃到咱们客家围乌的那种香愁和历史感 就感觉一口就可以回到那个环境下 对了 尝一下 我来给你切哈 对 我看到这旁边的话呢 还放着这一个小勺 也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道菜哈 虽然是我们这个平常的家庭小炒 但是我觉得每道菜呢都像吃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点心一样 是不是 道道有仪式感 好 你看 还浇个汁啊 首先你看哈 它的上半层 也就是二楼 二楼是通体晶莹 它就像鱼一样 对 白玉啊 一楼 天使狗 哈哈哈 实打实的 瘦肉 来 给你切一下 这一块 啊 美女可以适时的尝一点大肥肉 谢谢 很香的 来尝尝看 好 好 尝一尝啊 特别的满足 肥而不腻 嗯 而且呢 我觉得是整个口腔里都是 泵发着这个 油香 一个汁水 对 特别的满足 我的天啊 是不是像吃那种冰淇淋雪糕的口感 对 而且很丝滑 感觉是在嘴巴里融化的 都不需要用牙齿 轻轻用嘴巴上下一米 化开 而且呢 我能够吃得到里面的这个 香菇 骨足 和一些青菜的一个 酱汁的一个香味 对 很入味 很入味 因为我们一般吃这个 大肥肉的时候呢 可能女生会吃不惯 或者是觉得好腻啊 嗯 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些蔬菜的 汁水浮所 对 我觉得很清爽 嗯 好 我吃了一块筋肉哈 下面一层的这个瘦肉 嗯 哇 做扣肉最讲究 嗯 肥肉 肥而不腻 瘦肉 筋而不柴 哎 一点都不柴 真的不柴 很有嚼头 嗯 而且每一口 它的纤维感很强 纤维感很强 就是它的肉不是死的 对的 有嚼头 每一口 都跟你所说的这些 辅料的精华的酱汁在里面 对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 它应该是蒸出来的 或者炖的 我觉得非常的健康 对 最苦惑这个食物 人本的一个最天然 最原始的味道 是的 哎呀 现在我们已经吃了好几百年了吧 原本是 对吧 好几百年了 是一千里多年了 哈哈哈 好几百年了 但是说实话 我们作为美食做工 也作为一个地道的江西人 就更应该去了解咱们 江西的美食文化 没错 如果说您时间不充裕 不能出门远行的话 不能去干州走一走 那干嘛呢 看旅游频道 哎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这家店 对 因为那美道菜 好像都有一个历史优种的故事 是的 美道菜呢 都饱含着江西人的好客之情 对 还有我们浓浓的乡愁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一来是环境很好 没错 可以舒缓我们的压力 是的 二来是朋友来 外地朋友来 特别是增加我们的魅力 哎 对 让他感受一下 能干州客家美食的一个风味啊 对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想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 这就叫东西南北 干婆美味 皆在此地 而第二句话呢 是什么呢 道道鲜美 哎 道道精品 有情有义 就在道、道、道、鲜 ~~~ 一个快的